Coco聲聲說 他抓這個 是要抓老米 你在工業區測噪音 你到底有沒有搞錯啊 標準時是86 然後你的噪音值是 86.7 超過0.7分貝 多少 82.7 這個就是根本就 完全環保局說了算嘛 我媽只正在放貝 我不會正在伸數嗎 所以我沒辦法伸數嗎 還是 你可以伸數 那我們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踢爆 就是我們新竹市的 這個噪音照相科技執法 然後我們這位車友 接到了這個環保署的通知 那這個通知說 他9月13的時候 在新竹市的牛浦東路 616號 使用他的G6這台車 下班 下午6點下班的時候 經過那邊 被噪音照相拍到 標準時是86 然後你的噪音值是 86.7 超過0.7分貝 我跟車友借了這個 蠻貴的麥克風 這個麥克風是5千塊 然後我們就是來驗 他的車到底 會不會 那個有超標準 多少 70 然後他現在要用60 他用60級喔 多少 被光跑掉 剛才也是60級 接近70 來 跳下來時速是70 多少 77.4 好 來看一下 時速80的話是多少 多少 77.7 多少 87.2 好 終於超標了對不對 對 你剛剛時速多少 93 93 93 94 你的噪音才會到87.2 你騎到那邊會拉到90幾 不會 而且重點是 他附帶的照片也沒有你的時速 對 那我怎麼知道我當時是騎多少 現在就羅生門啊 我就只有一張照片 然後說 你照音超標 你就老實跟我講 你那邊騎大概是騎多少 60 因為那邊紅綠燈才剛 綠燈過去那一段 對啊 所以也快不起來 也快不起來 非常非常荒謬的地方是 他是不是之前口口聲聲說 他抓這個 是要抓老鼻 你在工業區測噪音 你到底有沒有搞錯啊 這個就是我當初在講的 就是這一套系統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法治問題非常非常的混亂 授權給地方政府授權什麼 他說授權哪邊可以裝 民眾陳情熱點 民眾陳情熱點就是 環保鼠索勒酸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背景噪音 平常是多少 67 69 70 你看喔 隨隨便便一些車經過 他的噪音都差不多是 在60 70 附近上下 這個地方是車子很多的工業區 你跟我說這邊背景只有 66 66分貝怎麼可能 好 50 77.6 77.6 好來第二次他時速這次是70 多少 82.7 我們在安靜的地方測的時候 你其實時速70也太切勁 可是這邊測到82 所以我覺得這個環境差了10分貝 你跟我說你這樣的東西 你可以用來開閥 我個人是覺得 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 而且你知道嗎 那個東西其實沒多高特技 它只不過就是一個麥克風 一個鏡頭 然後人工審驗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我覺得 最扯的是後續的糾跡 你問他 他怎麼講 他說你要申訴就去申訴 你要申訴就去申訴 講這什麼屁話啊 然後你拿了一個 就這麼明顯有問題的東西 這個就是根本就 完全環保局說了算嘛 一般民眾可以像我這樣子 借個一個四五千塊的分貝劑 然後找了三四個人來這樣測嗎 你這個東西救濟就是 絕對有問題 你設計這樣的法規 我就說 你真的他媽王八蛋 你真的沒有什麼好講的 不非好啊 以後 新出廠的原廠車 標配分貝紀錄計 你好 喂你好 那個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我有收到一張 車輛噪音 回歸的一張通知書 可是我車子是全原廠耶 都沒改裝耶 沒有啊 因為我們只要拍照 你只要超過標準 那我們就會激發了 那我要怎麼申訴 因為我覺得我車子不會超過這樣 沒有 因為我們只要第一 拍照超過後 我們都會充分 你看人 球度太快都要看人 那你沒有顯示時數啊 時數我們不可以顯示 因為我們不是警察 那你們不顯示時數 那你們要怎麼證明說 我時數超過 然後我分貝超過這樣 我們要只正正分貝 我不會正正時數嗎 所以我沒辦法申訴嗎 還是 你可以申訴 你就先來上進來就好了 那我該怎麼寫 還有我要怎麼驗車 去證明說我的分貝不會超過這樣 我們有叫你驗車嗎 所以不用驗車 所以 那我公文有沒有透支你驗車 是沒有 所以我不用驗車 我就直接罰錢這樣子 對 嗯 所以我就直接罰錢 所以我原廠管超過不用驗車就是罰錢 是這個意思嗎 對 那你們有辦法提供當時測的一些檔案還是數據嗎 就只有照片而已 對 所以你們就是任憑一張照片 然後就開單了這樣 然後照片上面有數據啊 數據是有 所以你們標準是86 然後我86.7 而且你們那邊旁邊都是工廠 我們也有backing 那你們當時在執行的時候 你們有放什麼公告還是什麼的嗎 有啊 我前面有加照 我們前面有在執行的 那有辦法提供那個的照片嗎 可以啊 我沒印象我有看到這樣 可以啊 我可以提供給你 你email給我 我再寄給你 我公文上面有email 哦 所以我用mail去問你們就對了 嗯 ok 好那我再發這個mail 去跟你們要有檔案 所以就是罰錢不用驗車 因為我原廠車這樣子 對 那 所以你們之後會再寄紅彈來還是怎麼樣 會啊 所以這個是我15天內回你們 然後看我回的方式 然後罰多少 沒有我們看你當時的數據是多少 罰多少 標準86 那我86.7 那是罰多少 沒有超過5分貝應該是1800 1800 所以是超過5分貝才會是3600 5分貝應該是1800 所以超過0.1也是罰1800這樣 對 所以你們那邊沒有測得任何速度的數據就對了 我們只有做噪音的檢測而已 所以速度不管多少 只要噪音過了就是超過這樣 對 因為我們是一區環保守廳的規定 我們手構成的設備 它並沒有要求我們要裝置那個時速的測量 好 那我知道了 我再發mail過去你們那邊好不好 我們剛才看到這個按鍵 好像這一批的話 你剛才將的收到是給我們 會製造的公文 那為什麼會製造 你猜這麼多 這個計查書 它應該是製品 跟製品 或它水格 就是照理機的調整的動作 嗯 對 因為那天可能一定有過 一些適合太平調整紀錄 整個整體的過程是不成立 是不成立的 那你們會提供當時的那些照片 給到我嗎 應該是會的 OK 因為昨天你們好像是說 就是你們那一天的儀器設備檢測 好像檔案不見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然後就是說 那我現在後續要做一些什麼處理嗎 還是 呃 給你的抽牌號碼 呃 好機車這個 我們發一份公文給你嘛 所以這個案子我們就幫你做取消 這件案子你就不用理它了 所以你們這是什麼情況我想要了解一下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哦 因為我們校正的那個數據 就是沒有沒有存到檔這樣子 所以這個案子就是取消 不過這個第十一條還是有的 那如果以後你被排到還是會被罰錢的 嗯 對 因為現在新竹市都在推廣這種聲音科技指發 那 所以你們是回去才發現你們的遺器沒有 校正檔案 可是你們信已經發了 懂嗎 這個流程是不是有點問題的啊 所以我們就 就幫你做撤銷的動作了 就做撤銷的動作 可是你們應該是回去先檢查遺器有沒有校正 如果有問題應該不會收到這封通知書才對啊 嗯 那所以我就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就當不明白這件事發生就對了 是這個意思嗎 對 這個案子就幫你做取消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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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